Hello 大家好 就说一件 嗯 就是要抓住自己那灵光一线 比如说你突然间就勤快了 突然间就 想工作了 突然间就耗血了 就说今天下午 我特别想就一觉睡过去了 不想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 冲困嘛 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困好困好困 而下午呢 就从 六点多 睡到了 七点多 差不多睡了一个小时 但是呢 我被闹钟叫醒了 可是我还是想睡 我就是好困 但是呢 嗯 但是我 我坐起来了 我坐起来之后 哎那么灵光一线 我要去学习 然后我就 我就赶快起来去学习了 然后这到图书馆 真的去学习了 看了一篇 paper 嗯 paper不长 嗯 去一个关于我 就是中国会计历史的这个 一篇文献 看完了 我觉得新买一桌 然后就回来了 本来我计划十一点看完回来 没想到十点四十五我就看完了 然后就早早收工回来了 然后回来 所以说呢 你呢 你看你如果抓住的那灵光一线 你抓住就抓住了 如果没抓住的话呢 我估计我就是睡睡到十一点 然后起来录video 然后就开始检讨自己啊 我今天没有好好学习 那又是另一番情景了 所以呢 如果我们有那么一瞬间啊 是想要学习的 想要工作的 想要做有意义的事情的 我们抓住它 不要错过它 难得 难得我们会有这种开窍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迷迷糊糊的嘛 就难得有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抓住它 然后以后保持 加油